當然你就是做兩個按鈕 第一個按鈕是把它清除掉 把它裡面的東西都清掉 然後將來你要重新再 再做一下那個統計 那其實就怎麼樣 只是說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再做一個什麼 輸出 輸出 總共會有 四個欄位 那範圍就是第二列一直到這個的 最下面一列 等於是說把按下這個按鈕 自動幫我把它完成這些事情 這個前面大家有講過 如何輸出公式到你指定的那個範圍裡面 那有幾個訣竅 包含就輸出的時候 如果它本身公式裡面有雙 有那個雙引號的話還記得吧 要把它改成什麼 兩個雙引號 如果它裡面有列號 比如說第二列對不對 你就把它改成I 但是這個I你不能直接放 你要記得要放在那個中間 這兩個規則如果你掌握住之後 我們就可以按下這個按鈕 它就自動全部幫你把它做完了 有沒有 這個是動態的 不過你會發現因為它一個一個做對不對 所以那個排名你會發現它會不斷的在改變當中 不過實際上因為 這個它電腦跑太快了 所以你也看不到細節 那 這個當然比起人工來做會快很多 那至於怎麼做 其實大概寫完程式的話 回圈頭尾兩行 這四欄 各一行 大概就六行程式 六行程式 有沒有 腦袋裡面有沒有 這個大概的概念 如果有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前面都應該學得滿紮實 如果沒有的話 那請記住 請你把前面 好像我們到第二第三次上課 就開始有講到這個部分 動態輸出 再來好像範例二 就是邏輯函數的那個部分 就是如何把公式丟到那個 我們儲存格裡面 還有在那個什麼 日期時間函數那個地方 有丟一個Dative Dative那個比較複雜 最複雜的那個部分 那部分你可以再重新看過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做 第一個 在開發人員裡面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 也是Visual Basic 好 這個是寫完的 第一個我先插入一個 記得先一個模組 那如果沒有模組 那後面就不用做了 所以按右鍵 插入模組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一個什麼 程序 程序名稱的話呢 我叫樂透彩好了 這個是針對這個樂透彩去寫的 一個Sub 再來做什麼 就是 我大概這樣講 就是For i 等於第二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那最下面一列 你不用知道固定了 反正就從A2 按Ctrl鍵 自動去抓取最下面一列 所以這個應該就 如果你這樣的資料 會增加的話 就比較不用擔心 但是比如說 樂透彩這個 它 以後固定一定都42個號碼 如果不會變 那乾脆你就打個43 因為它不可能 號碼增加的話 那你自動偵測 只是說我習慣 就把它寫成自動偵測 這樣也比較方便 反正你就自己去抓 最後一列就好了 我也不管最後一列 是哪一列 你就幫我抓 好 再來的話 輸出 所以有四行 四行其實一般就是想 直接打那個Sales 那我看一下 這很直覺的 總共BCDE 會有 總共 會有四列 那我的習慣這樣 就是先把這個 BCD 這個Sales 這個有點像套公式 Sales 瓜糊 I列 先打個B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那個 B欄的 內列 內列指的是會變的 內列 等於什麼 先打個空字串 然後呢 再把它複製一下 BCDE 因為我將來會有 這麼多欄 所以我就CDE OK 那當然如果你將來 更多欄 就更多 一直先貼 貼完之後做什麼了 再來就把這個 這個公式 Ctrl C 然後 再過來 那這邊的話 這個因為剛好 改個2就好了 用名稱我覺得蠻方便的 因為以後名稱你 如果加一個字的話 很方便 一直貼一直貼就好了 然後D的話是 記得是這個 Ctrl C 不過特別注意 Ctrl C 記得要取消 因為像有些同學 一切過來 點下去 奇怪怎麼沒有辦法 點到這邊 因為你的游標現在 還在這裡 所以記得取消掉 切過來之後 它才能夠去貼得上 才OK 記得就是要取消 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公式 好 那再來就修改 裂號 因為這幾 會變動的 你要去 去觀察說哪一個裂號會 一般通常是 第二裂 所以你就把這個改成什麼 算一號算一號 移到中間 And And 移到中間 再加個I 然後把空白 And 前後加空白 那你做一個之後的話 就夠了 為什麼 因為其他你只要看到2的地方 你就把這個頭尾 複製一下 貼上 只要是2的地方 就把它貼上 為什麼 因為 這個地方 它是會改變的 那你千萬注意 不要所有的 這個也給它貼上 該不用吧 這個要不要 這個也不用 因為 這個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 你要比較的那個範圍 你不能說這個比較的範圍 你每個都變更 指的就是說你這個名次 在所有的 所有的範圍裡面排第幾個 所以你下面那個範圍不能改 所以你也不要改錯位置 OK 應該知道吧 所以我大概改了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有沒有 不過剛開始 你可能會對這個 貼上的東西 還不太熟悉 不過貼久了之後 你慢慢就 感覺你比較可以看得懂 OK 應該懂那意思吧 不過這個東西 久了你會覺得很直覺 像我現在已經非常直覺了 那現在也許你們現在 還沒有辦法那麼直覺啦 可能是功利的關係 好 做好之後的話呢 一樣的方式把上面的東西 複製 貼到底下 做什麼呢 加個清除兩個字 然後把後面 通通改成空的 這樣又有個清除了 這樣比較快 好 那清除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變兩個按鈕嘛 所以按鈕按下去的話 清除 再按下去 全部都做好了 好所以以後呢 你要把你的工作 全部都變自動化 其實是還蠻容易的事情 大概就掌握幾個藥訣 但是接下來好像還缺幾個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報表 把最後的七個號碼 假如說我今天這七個號碼 希望直接就是列在這邊好了 總共七個號碼 那幫我列在這邊 那也許我可以在這邊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那個 狂線 然後底色 顏色 好 那這個就是我的那個 前期名好了 把我列在這邊好了 那可能再需要一個按鈕吧 那另外設定格式化條件 這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是已經做好了 那當然你將來可以手動做 不過你將來如果說 你也要變自動化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用什麼 用那個開發率裡面錄製劇集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其實要 你不會寫VBA 那有些功能可能太複雜 那怎麼辦 其實有 第二個要講就是 如果有些功能 假如你不知道該怎麼做 那你有個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 錄製劇集 這個錄製